我叫葛孟菲,然后今年23岁,是那个2014年才大学毕业,然后现在在北京工作。 其实在北京生活,身份压力真的挺大的,我之前来之前的时候可能自己心里还没有想那么多, 带着来之后就是也看到了很多现实的问题,比如说这个落实不了北京户口,因为现在北京户口真的太难落实了, 基本上公司是不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,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像医疗保险这一块, 我们的这个跟北京户口的还是有很大差距的,因为我们的是在医疗保险上会有这个定点的医院, 你只有在那个医院去做检查之类的时候才可以报销,然后去别的医院的话,外地户口就不行。 我,我是租房的,因为想着要在北京买房,这挺困难的,首先我不是北京户口,买不了房, 还有就是,就是那个北京房价这么高,这也是全球都文明的一件事, 想着想买个车嘛,觉得自己其实也担负得起,但是问题就是, 我没有北京户口啊,就没办法摇号, 我,我现在还是挺坚定的,我还是想留在这儿, 因为我挺喜欢这座城市,而且, 嗯,北京机会多啊,虽然竞争大,但是机会多, 我觉得再努力几年吧,然后,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, 然后也能就是,让家里面也不要太担心啊, 然后自己先解决车的问题, 然后至于房的问题就,以后再说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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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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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